歡迎來到二七度公寓的頻道,我是五毛吧 我是五毛媽,在影片開始前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喔 我們開團了 我們今天要團的是韓國NEW粉SUSU系列鍋具 SUSU在法文中是親愛的意思 讓每一次烹飪都是與自己親密的對話 那我們先來看18公分的單餅湯鍋 那一支我自己最常用的 煮泡麵必備,可愛的鍋蓋頭搭配這系列的珍果奶茶色 不擁有它,怎麼會睡得著呢? 蓋圓是矽膠的,可以防止碰撞 把柄圓潤造型,可愛又好握 加上這磨砂的質感,真的是perfect 讓人看的心情就很好啦 今天煮泡麵,不加青菜不加雞蛋 今天要加一個秘密武器就是 茶包 加進去除了去油解膩,底液還多了淡淡的茶香味 真的是很讚,你們可以試試看喔 尤其是去旅行住宿的時候 飯店就有泡麵,也有茶包啦 綠茶跟烏龍茶都可以喔 重點是去飯店住宿的時候 把茶包全部都收刮回來啦 因為茶包可以做蠻多美味的佳肴喔 這樣交別人好嗎? 也不太好 但是茶包通常都是free的好不好 可以自由拿取的 重點是這一支真的非常好使用 除了導熱很快以外 外加你不管煮泡麵或出去呢 露營的時候都非常方便 嘿,因為他又小機合掌 是你 再來是24公分雙耳湯鍋 鍋身呢一體成型 不藏物納垢非常的好清洗 容量4200ml夠大 煮火鍋跟煲湯都非常的夠用 粉絲推薦全年買的懶人料理 蚵仔風味麵線,水滾之後加麵線 看你喜歡吃什麼料就加什麼料 最後呢勾芡再加一點香菜提味就完成啦 熟加大碗啦 重點是他很適合全家大小聚會的時候來使用 因為夠大 沒錯 然後呢很有質感 水到 嗯,看的心情就很好 沒錯 再來是28公分平底鍋 煮污白做渣等都很好用的 牛粉是全天然的陶瓷塗層 它沒有毒 所以即便是你刮傷了也不用擔心 但我們還是要好好使用 免得不沾鍋很快就沾喔 最近我發現全年一個方便好物 就是桂罐花枝蝦漿 它可以拿來做海鮮煎餅 料準備好了之後呢 攪來下鍋中小火煎到兩面都上色 就完成啦 無毒是現在這個社會當今非常重要的 在飲食上面 真的耶 飲食的健康啊需要好的鍋具 重點是這個平底鍋夠大 然後深度也夠做義式料理 它很適合煎戰斧豬排 絕對夠硬 對絕對夠硬的啦 受熱非常的均勻啦 喔那個不沾鍋麵滑的咧 真的耶 有一次我煮那個黑鮮煎出來 這個有點太誇張了 最後是30公分的炒鍋 深9.5公分炒鍋就是要夠大夠深 尤其是在炒高麗菜的時候才夠用 那另一方面呢 是炒菜再也不用擔心食材會飛出去啦 炒高麗菜的時候可以加點花生粉 很好吃喔 我想這個炒菜的時候怕食材飛出去應該只有你吧 好啦 它生到啊 就是你炒兩隻螃蟹都沒有問題 不止 半豆都沒問題啦 哎呦太厲害太讚啦啦 咻咻這系列都是全腹底 瓦斯爐 電磁爐 乳素爐 IH爐都可以使用 那導熱和蓄熱都不錯喔 各位要特別注意 在使用新鍋前一定要記得開鍋 鍋子先用中性清潔劑清洗乾淨之後 鍋內加入水至8分滿 煮沸後倒掉擦乾 紙巾沾油均勻擦拭鍋內就可以了 還有 溫差過大容易傷害陶瓷塗層 所以鍋子最好冷卻後再清洗 如果你是要連續使用 那就建議您用冷熱水洗 最後 每月至少進行一次以上的養鍋 那要怎麼養鍋呢 就跟開鍋的最後一個步驟是一樣的 紙巾沾油均勻擦拭鍋內就可以啦 這樣也可以增加鍋具的使用壽命喔 做好料理更要選擇對的鍋具 妞粉無獨安全又漂亮 用好心情做出來的料理最好吃啦 很高興啦 桌上這些可以吃了嗎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要拍完了要拍完了 不要急不要急 這一檔超低破盤價 團購表單宜洋展我們下方的留言處 沒錯沒錯趕快給他用力的團起來啦 機會是不會留給別人的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喔 那每週的星期天晚上8點都會更新影片 要記得收看 記得到我們粉絲專頁按讚 和追蹤我的IG喔 想要貼近我們生活美食動態嗎 加入我們光光LINE 按右上角的追蹤起來喔 在這邊跟你們say goodbye囉 掰掰 掰掰 我快吃 趕快吃 會當吃 哈哈哈哈哈哈 reibt書餔時尾聲 準備好了嗎 conhecer其他看到的